李秀英老师 从小就想画画 想学艺术 这样的渴望让他在大学读历史系时 激起了强烈重考的动力 他的执着终于在一年后考上师大美术系 圆了他长久以来的梦 因为创作能容忍他的粗心 狂想 及高低起伏的情绪 师大毕业后投入教学 因工作时间空间受到许多限制 但他也试探着在教学中的各种可能性 藉由教学相长的过程 更精进自己的创作力 一直期许自己能专心当个画家 过着读书创作练制的文人生活 结合中国传统水墨现代化的理想 有更多好的作品产出 是他持续努力的目标 这些人的对方都会有的 是他持续努力的目标